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兆慶新區的中山大學第三附屬人民醫院 去做這個全新的身體檢查 這間醫院其實是新開的 它後面還有一個政大康復院 其實這裡的環境是OK的 今天來試試究竟在內地做身體檢查 有些什麼項目 收費是怎樣 以及過程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大家一齊來看看 好了 進來了 這個就是它的正門 其實見到這間醫院 非常之新正 空間也很多 現在人不算特別多 我們先去掛號 我和Wendy在內地都有工作 那我們就用醫保 看看可不可以做身體檢查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都會照職地錢去做 我們來到腐科這邊了 都是電子的 那我們就自動報到 好 這裡有個人訊息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就直接彈了一張東西出來 嗯 好了 Wendy剛剛進去見完醫生了 他做這個 這個呢 懷 就是生嬰兒前的檢查 印前檢查 做很多的檢查 大家看看這些費用 這個是HPV 四百多 有些不知道怎樣 一百多 然後這個一百多 然後這個七十多 這個是十七 我們明天還要抽 六至 六支 因為空腹所以才會抽 不想吃東西 其實 我們剛剛不吃飯 你就可以去 哈哈哈 這個 這個 子宮 子宮 子宮的B超 一百多 那我們當然看看賣單幾錢 但是呢 這個只是印前檢查 身體檢查還沒有 我們等一會再要去 那我們就拿著這批單 要回一樓去付錢 等一我們就要去二樓的體驗中心 好啦 那 他現在就 拿了一大堆檢查的東西 就進去見醫生了 好啦 那剛剛Wendy呢 就進去裡面 就是抽了那些東西 做檢查 那抽血 跟B超呢 就約了明天的時間 抽血要抽六支 那都幾厲害的 那其他那些呢 他就剛剛去做完 就現在加去化 化完那個 那個地方了 那這裡有些跟香港不同 那香港人應該就 檢查完之後 他們就會安排 交去哪些地方 這個就要自己走到一層 交回到三院的這個化院地方 好啦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體檢中心這裡 剛剛進去跟醫生問完呢 我們要檢查些什麼 那我們選了屬於自己的一些套餐 那我們 我加上賣單就 兩千二 那Wendy加上賣單呢 就是 剛剛那裡也是兩千三 兩千四左右 對啦 都是兩千幾元 那然後呢 我現在就把畫面轉到別處先 那裡面有兩千四 好啦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到這個頁面那裡 那它就會 在我們單導的自助繳費那裡 我們就可以付款的了 那這個呢 就列了所有明細 我們其實每一項呢 這個收費是多少 多少錢啊 然後之後 這樣 對啦 好 那我現在就去支付 兩千幾元 好啦 今天呢 我們就過來真的做體檢了 因為昨天時間呢 就太晚了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過來做身體檢查呢 一定都是要早上過來 一次過搞定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 今天早上過來呢 我們就 啊 我太太就在這裡排隊 去做一個抽血先 那就會有 要驗六樣東西 這裡 五樣五樣 這裡六個 然後 然後抽完血之後呢 我們大家旁邊呢 就要準備去做這個抽聲波 做完抽聲波之後呢 就要隔離排隊做心臉圖 之後再回去 體檢中心去做抽血 那它有分兩邊的 那我們這次是有分門診做 還有這個體檢去做 那你看到大家現在都在這裡做抽血了 朝早是多人很多的 好 姑娘手勢怎樣呢 可以啊 可以是不是 不是很痛 不是很痛 都 炸針都是5個人 痛一下 之後就沒什麼感覺了 總共 是要抽 八支 然後它又來過了 它另外一隻手 剛剛是左手 現在是右手 好 好啦 今天抽完十點抽 那手勢都不夠了 但是呢 就會因為 太大波力 手會有一點點慢 抽完它之後呢 我們現在準備呢 看它這麼遠 就過對面 去照這個心臉圖 去排隊 先排隊 我們剛剛坐在超前面 應該在排隊 十二個人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點時間 今天就一次過把這些檢查全部做完 到時候就網上都會有些報告的 而且Wendy呢 在網上 就是它檢查完之後 其實正常就要打眼報告的 其實現在內地 他們在微信的小程序裡面 都可以拿到 看到的報告 到底是有沒有問題的 昨天Wendy做的指標基本上全部都是正常的 今天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等一等 看報告 就再跟大家看看 好 我們到做心臉圖了 其實它可以在機器那裏報導都可以的 因為現在人好像不是太多 那 我們就可以 其實可以輸入些卡號的 或者直接進去敲門都可以 敲門呢 我們試一下輸入先 試一下輸入 OK 它剛剛幫你的年齡打馬賽克 那個鋼管 沒有反應 好 好 平時這樣打完之後 它會有張紙打印出來 那 直接就可以拿去給醫生的了 那現在剛剛他們都叫我們直接拋門進去就可以了 心臉圖 好 我們剛剛做完心臉圖了 那心臉圖呢 就是手 腳和胸後呢 都是要露出來 然後就做一做 大概是一分鐘就搞定了 那現在就 就等最後的步驟了 我們現在就打印昨天的報告出來 雖然其實在網上都看到了 那我們打印完之後 其實主要就是給醫生去看的 那這些報告就是給醫生看的 其實是它基本半個小時就可以拿了 但是呢 我們昨天就沒有等 然後就走了 因為我們今天也要在這邊做一些檢查 所以我們都不是昨天半個小時之後 沒錯了 等到現在才沒有 那這些就到時候給醫生看了 但是其實我們看過報告上面 是都沒有問題的 好啦 那我們繼續去等這個B超 好啦 剛剛做完那個B超 那些身體啊 那些頸動物啊 甲狀腺啊 那些腎啊 膀胱啊 那些東西 那 準時12點鐘 收工 所以呢 記得如果身體檢查 一定要早點來 它很多時候都是上午節的 那Wendy 都搞定了 我們就將 下午 下午將 所有這份文件 交回到對面體檢中心 這樣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 一二樓就搞完了 其實整個體檢 好 那我們 吃點東西先 然後再回來交表格 好啦 那在身體檢查的項目裡面 我們發覺了有一項呢 是 昨天醫生落單的時候 應該是重複了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就可以來這一邊 醫生落單是我 檢查 運錢檢查 還有鐵檢那個 有個重複了 嗯 所以我就 門場這邊就取消它 嗯 是啦 那就可以 去做一個退款 那我們現在 回來這裡 先 好了 過了一段時間 報告出來了 我們今天呢 就來看著 拿著報告看醫生 那他有一份 很詳細的報告 給我們 那裡面 就 都 有很多項目 那我就不詳細 給我們個人資料 給大家看了 那Wendy都有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見醫生 那去看看 醫生的建議 是怎樣 好啦 剛剛見完醫生 原來也有很多問題 現在呢 又要 去重新掛號 去看 就是每一個的專科 這樣 好啦 那現在 我剛剛就 掛了 就是看到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呢 就可以去這個 美醫院那裡 去做掛號 那我今天呢 已經是 不能做這個 掛號預約的了 那所以呢 我就預約明天 那我就可以 show 給大家看 這個怎樣玩 那如果掛號預約 按進去 然後就 我以閱讀 那你如果當日 沒有符號的話 就記得要按這個 預約掛號 那然後 我都要看這個 皮膚科 皮膚科 是下面 i4 好像有個燈 等一下 這個就真的 要自己找了 然後呢 就可以有個 皮膚與整形 用緩診 很可愛的 那麼有趣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 選擇時間 也可以選擇 醫生的 那我們預約 按預約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在這裡 付錢就可以了 好 現在進來外科 其實呢 那個諮詢在這裡 查詢位置 其實也可以在機內 做這個自助報道 我們按自助報告 看完之後呢 應該是電子健康 應該是電子健康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掃我們的碼 難道不是電子健康碼 然後就等叫名 在這裡等叫名就OK了 因為 我們準備要避孕 所以呢 都想查多少少東西 好了 等一下我們等叫名進去 其實都是很快的 叫名進去就可以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來到這個 鼎湖的 兆慶新區的中醫院 那其實 你看一下 後面就是新區 這邊呢 就是 港利的 中醫院 這次來到是看中醫 想調理一下身體的 我們過來看看 這裡的環境 還有價錢 究竟是怎樣 好 進來看看先 好 這個是大堂 掛號是這個位 掛號就是登記的意思 然後這裡是執藥的 那邊 應該是中藥的 西藥中藥都有 然後上面 好簡潔乾淨 好 掛號先 我掛號呢 是用不到這部卡的 然後也是用來信 登記費用是8元 就是掛號費用 那我們就去上面去看看 好 接著呢 我們 來到這個三樓去接診處 那給這張單去看看醫生先 那我想看中醫 吃中藥 調理身體 好了 看完醫生呢 那下來呢 去執藥了 那這邊就是西醫來的 那一邊就是中醫 那看到呢 那交了單給了錢 用以外馬給錢就行了 那裡面呢 姑娘在這裡執藥了 那可以選這個煲藥和藥粉 好了 那我就拿了一大堆藥 接著呢 它有煲的 有沖的去喝 那呢 就熱 這裡總共是兩百多元 8服藥 因為我準備出去玩 我跟醫生說 我要一些是沖的 一些是煲的 那就 完結了我這個行程 什麼 有沖的